何思培在今屆巴黎奧運 先後獲得200米自由泳 和100米自由泳的銅牌 兩屆累積兩銀兩銅 成為港隊歷年來 獲得最多奧運獎牌的建議 年僅26歲的他 離開泳池後 和一般少女一樣 都這麼喜歡玩社交平台 何思培在奪獎後 多個品牌都紛紛發文觸賀 有北歐品牌就將他們旗下的吉祥蜜沙沙 惡搞成為何沙培 以搞笑的方式恭喜何思培獲獎 猜不到何思培本人竟然現身 用三個鯊魚的emoji回應 還主動加碼提出 需不需要頂泳帽 令到品牌職員相當驚喜 說很需要 還說可以拿養了四年的另一隻吉祥蜜 金仔來交換 何思培之後就回覆他 你這麼辛苦養金仔 不如我直接送給你 他們一唱一禍的互動 令到不少網民都大讚 何思培真的相當可愛 何思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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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了